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负债 我们看应交税费的第二个问题 消费税 那消费税是属于价内税 不像增值税是价外的 第一个是产品销售的会计处理 应税消费品把产品卖了 那会计处理是把它寄到税金级附加 税金级附加当然是利润表上的一个项目 它会减少企业利润 再建工程领用资产产品应税消费品 那交纳的消费税要记录再建工程成本 第二 企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会计处理 就把自己的材料委托别人进行加工 那加工之后再去收回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 委托加工的物资收回之后 是直接出售 还是进一步加工 加工新的应税消费品 在处理上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委托方收回之后 已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格出售 那叫直接出售 再出售时不需交纳消费税 一会我们再谈这个事情 委托方收回后 已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 不属于直接出售 不是直接出售呢 那现在出售的时候还有交税 那原来委托加工的一部分 受托方代售代交的就可以去抵税 这不一样 那如果说是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那这时刻 受托方代售代交的消费税 我们要反映到应交税平交消费税的界法 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消费税的计证是一次性 不要重复交 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汽车的外台 委托别人进行加工 外台 如果说受托方代售代交了交费税 交的是一千 收回之后用于汽车整台的生产 那整台生产 假如说我们把整台卖了 按照计税价格税率算 要交三千 那你最终啊 消费税这一部分 我们交三千就完了 不要交四千 你让整台就这下算 所以受托方代售代交的一千 我们要先反映到连续生产的 这就说是不是属于连续生产 要连续的话 就反映到应交税平交消费税借发 等你外台卖掉的时候呢 现在交三千 实际上我们交两千就完了 算出是三千交两千 那就是受托方代售代交时 收了一千 我们整台卖掉时再去交两千 用三千 这就是连续生产的要反映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发 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部分 你应该要清楚啊 就是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成本的构成 那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存货 技术存货成本都包括什么 一个是说实际耗用的原材料 或者是半成品的成本 那这是一框 我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第二是加工费 你委托别人加工 人要收钱 那加工费也构成成本的内容 那委托方负担的往返运杂费 你要算进去 那下面 说支付的收回后 已不高于受托方的技术价格出售 那我们要进成本 就是受托方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要进成本 那以后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第二个 支付的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按规定准于抵扣的消费税 连续生产的不计成本 我们分析过 把它反映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界方 这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也谈到 你要是收回之后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的 我们也是反映到应交税费交消费税解放 具体来看 那核心账户委托家公司 要知道它成本的构成 一个是发出材料实际成本 借方借委托加工资代言材料 支付的运杂费也会寄入到委托加工资成本中 加工费放到委托加工资里面 增值税是作为计划税格抵扣 但是我们是假定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然后看 支付收回后用于直接销售的消费税 不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 受托方卖的价格是一万 我们卖了九千九 没高于它 那你就是把付给那一部分进成本 但是支付收回后用于继续加工消费税 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 受托方一万 你卖一万五 那最终征税相当于一万五这样 所以你先把一万那一部分的消费税 反映到 应交税平交消费税借方 按照一万五算的这一部分 那再代方 最终把那差价还要交上去 就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会看到 委托加工资成本里面是发出材料实际成本 委托方承担的运杂费 还有呢 就是关于加工费 然后就是 受托方代收代交消费税 我们以后往外卖 但是卖的价格低 那就进成本 高就不行 高的和 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是一样的 继续加工是一样的 最后呢是收回委托加工资 我们借记库存商品代方 委托加工资 好看一下 教材上的利息 某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材料 非金银首饰 原材料价款20万 加工费用5万 由受托方代收代交的消费税是0.5万 不考虑增值税 材料已经加工完毕 验收入库 加工费用尚未支付 假定该企业材料采用实际成本核算 根据该项经济业务 委托方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第一个 如果委托方加工后的材料 用于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那会计处理 首先借记委托加工物资 代员材料20万 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那消费税呢 就要反映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因为这里是说 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委托加工物资里面 那只是反映 加工费用5万 所以借委托加工物资5万 代方应付账款两者 加起来5万5千 这样 收回原材料的入账价值 借原材料25万 代方委托加工物资25万 再看第二 如果委托方收回加工后的材料 直接用于销售 直接往外卖了 我们这里说 假定是不高于 售托方的继续价格 如果考试的时候 他没给这条件 我们也认定他不高于 售托方继续价格 你不要再想多了 所以他又说直接出售 你就是把售托方 代收代交消费税进成本 好我们看 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借记委托加工物资 代原材料20万 然后把加工费用 还有售托方代收代交消费税 合在一块5万5 都寄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中 借方借委托加工物资 代方代应付账款5万5千 最后 收回材料的实际成本 借方借原材料 25万5千 代委托加工物资 25万5千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疑难问题解答 以购销合同方式进行的委托加工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呢是属于 证监会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会计类第一号 我说按照他的意见 那这个我们当然要关注 就毕竟啊 我们注视考试出题 有的出题专家是来自于事务所 对这些很关注 这公司是委托方 与没有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公司 是加工房 通过签订销售合同的形式 将原材料销售给加工方 并委托其加工 进行加工 同时呢 与加工方签订商品采购合同 将加工后的商品买回来 说到底怎么办 那问题就说 你说卖给人家了 是真卖还是假卖 如果是真卖的话 当然你确认收入 一个说一个 你这边确认收入 你从那边买算购进商品 那如果不是真卖 那实际上就得按照委托加工 这种方式来处理 那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那得看什么呢 看这个实质 就是说 你委托方把这个东西 卖给加工房 那这一部分原材料 你是不是还在控制它 是不是客户 已取得了原材料控制权 以后客户能得到 它全部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 那就真卖了 如果不是 还是你委托方 这一边再进行控制 东西最后加工完了 它给你 那就是一种委托加工 这就是要注意区分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应根据合同条款和业务 实质判断加工方 是否已经取得 代加工原材料的控制权 主要看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真正的商品算卖 一定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意思就是说 我客户可以用这些东西 以后给我们带来利益 都是我来决定的 如果不是 他就没有取得控制权 也就是说我们看 既加工方 是否有权主导该原材料的使用 并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说例如 原材料的性质 是否为委托方的产品所持有 加工方是否有权 按照自身意愿使用 或处置该原材料 是否承担除阴期保管不善之外的原因 导致的该原材料 毁损灭失的风险 是否承担该原材料价值变动的风险 是否能够取得与该原材料 所有权有关的报酬党 那如果说完全都是由加工方来管了 什么他都承担 那他就取得控制权了 给他带来利益 他也承担风险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没有取得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加工方并未取得 代加工原材料的控制权 那就不是呗 说该原材料 仍然属于委托方的存货 委托方不应确认 销售原材料收入 这有时就可能是 以差错更正的方式出现 说是卖了 确认收入了 截转原材料成本了 你一看不是 你得把它转回到 按照委托加工的方式去付 你不能确认收入 而应将整个的业务 作为购买委托加工服务 进行处理 这相应的 加工方实质上 是为委托方提供了 委托加工服务 应当按照进额 确认委托加工服务费的收入 那就是加工费部分 是它的收入 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看第三 是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交税费 第一个是资源税 而销售产品交纳的资源税 要进入税金级附加 税金级附加前面也谈到过了 利润表上单独有这个项目 那第二个土地增值税 就是土地增值了 企业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 及其副照物 应交的土地增值税 一并在固定资产 或载金工程可不合算 转让的时候 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第二季固定资产清理 载金工程 代应交税 并应交土地增值税可不 那这个呢 早啊 我们买的地 比如说要是建造一些不动产 那当时土地没有单独的反应 是进入固定资产成本了 如果要转让的话 交增值税 那你通过固定资产清理 科目来核算 那第二个 企业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在无形资产科目核算 我们现在的规定 如果说买的土地 用于建造办公大楼等固定资产 那房子是房子地市地 那这个时刻呢 土地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那就属于无形资产的内容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银行存款 那无形资产摊销 按摊销金额累计摊销 你要有减值准备 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代方代无形资产 那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应交税分交 土地增值税 差额是卖无形资产吗 最后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科目 是这样来处理的 所以是土地要看 当时在什么样的科目核算 我说早曾经是把它寄入到固定资产了 我们现在不是房子房地市地 第三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和印花税 那我们核算时呢 借方税金基附加 代应交税 平应交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印花税呢 不通过应交税 跟科目合作 他没有跟税务直接去打交道 不通过 印花税反映时 借方税金基附加 代方代银行封款 就行了 第四 城市维护建设税 也是要把它寄到税金基附加里面 所以借方税金基附加 代应交税费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至于怎么算 这都不是我们会计考试的 那是属于税法的事 那第五 索得税 很重要 到索得税那一章再学去 第六是更低占用税 那不需要通过应交税的科目合算 更低占用直接把它寄载进工程 所以借载进工程 代银行封款 那下面也是一个一代问题解答 上市公司按照税法规定需补交 以前年度税款 或由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无偿代为承担或交纳的税款 及相应罚金 质纳金等 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复理 我们是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这个主体得到的钱是股东的 或者什么股东控制的一些公司的 都得算他资本性投入 那我们看 中国证监会会计部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建管问题解答 这是2010年的第一期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进行所得税及其他税配的核算 对于上市公司按照税法规定 需补交以前年度税款的 以前年度税款要补交的 如果属于前期差错 那要按照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差错更正的规定处理 调整以前年度报表相关项目 比如上一年 那应该要交税被查出来了 没交 那相当于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 这种情况资产负债表要调 连出利润表要调上年 按照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的方式处理 具体怎么做 到讲到这一章的时候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是在做具体说明 否则应计入补交税款当期的损益 因补交税款应支付的罚金制达金 那我们要把它计当期损益 说一下 如果不是差错 那不交税款 那就计当期 比如说 上一年的当时税率 税务部门口头上同意了 说你按照15%预交 原来是25%的 说估计能符合条件 最后发现不行 不符合 那这不是我们的错误 你按照15%预交的 现在说不行 你得给补上 还得补到25% 那我们把这一模计当期 然后注意的说 因补交税款支付的罚金制达金 那要计当期损益 你这个不是涉及到算前期差错的问题 你要算前期差错 好像前期就该补交 不是 说对于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无偿带上市公司交纳或承担税款 上市公司取得股东 带交或承担的税款 罚金制达金 要计所有的权益 所以把它要计到四半公斤 你比如说像股东 要真的往企业捐当一笔钱 你不要计赢外收入 要计资本攻击 算它资本性投入 例如是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 市值企业经股东大会 或类似机构审议批准分配的 现金股利或利润 企业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 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 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在实际支付前形成企业的负债 这一定是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审议批准的 企业董事会 或类似机构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中 你分配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不应确认为负债 但应在负责中披露 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点 我们有的同学可能注意到了 当你看上市公司年报 比如当你要看到20年的年报的时候 他宣告分派的股利是2019年的 不是说是当年的 就差一年 我说一下这个背景 那也是以前啊 当时网络并不发达 或者没什么网 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 早啊 说上市公司结账了 请注册会计师审计 然后要开董事会 董事会呢 开完会财务报告才批准报出 那董事会开会当然有一项 就涉及到有这种利润分配 比如宣告分派股利是多少 那本来这件事情 既然报告年度的报告还没有报出 我们在报告年度本身反映这个股利 其实挺好 比如说 20年度的财务报告 于21年3月31日批准报出 那你还没报呢 那假定说4月2号正式往外里报 我们完全有条件 在20年度的报告反映 分了多少股利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做 说当时是在国外的 当时领导也没说是哪个国家 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董事会宣告分配的方案 比如说 十股分股利 分一块钱 然后呢 报告就报出去了 报告报出去之后 要有一个时间间隔筹备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一定是报告报出之后才开的 结果股东大会开会时 把董事会方案给扫了 说每十股分五块钱 但这个事实 我不说吗 原来网络没什么网 报表使用者并不知道 还以为是每十股分股利 分一块钱 结果股东大会改成五块钱 那这些呢 就感觉股东感觉有点上大受骗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当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就改了 我们也跟进了 那现在分股利 董事会的方案没有法律效应 所以他不进行会计处理 而只是进行披露 最终以股东大会的方案 为准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就没办法 比如我们针对于20年度的财务报告 你董事会开会时 只能说20年分股利分多少 但是没有进行处理 等21年 比如说5月10号 开了股东大会决定 20年分股利分多少 那只能是在21年度的报告里面 才反映这件事情 就差那么一年 知道就够了 我们要掌握的就是 董事会方案不做会计处理 以股东大会为准就行了 这是注意的问题 好我们看下面 第六是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是指应付 再收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 比如说应付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租金 当然我们现在 租赁 对于乘坐人这边 不再分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了 但是乘坐人这边 还会有低价值资产租赁 短期租赁 那你涉及到没有付的租金 照样可以放到其他应付款 而应付租入包装物租金 存入保证金 这都其他应付款 说企业采用售后回购方式融入的资金 应按实际收到款项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计其他应付款 回购价格与原售价之间的差 说应在售后回购期间内 按期计提利息费用 借记财务费用代方代计其他应付款 你回购支付的时候 借方其他应付款代方代计银行封款 这是关于售后回购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售价是80万 说告诉啊 一年后 以100万来进行回购 那这20万实际上来说是一个融资费用 我们现在卖东西 收到的钱80万 那你借记银行存款 代方代其他应付款80万 那如果说 这是在12月1号 然后现在12月30 比如说这是7月1号 然后12月31号 那个呢是6月30号 这一年 那我们到了12月31号的时候 有利息 利息一共是20 你再做一笔借方财务费用 代方代其他应付款10万 那等到那6月30号 如果你再做一笔 借财务费用 代其他应付款10万 最后其他应付款 就变成了100万了 我们再做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方代记银行存款 大致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二节 非流动负债 这一节内容 涉及有长期借款 公司债券 还有长期应付款 那其中呢 公司债券部分 会重要一点 我们先看 第一个大的问题 是长期借款 那说企业借入的 偿还的期限在一年以上 把它叫做长期借款 取得长期借款 是借方银行存款 代方是长期借款 本金 那如果收到的款项 比本金少 比如说涉及可能一些 手续费的问题 反映到长期借款 利息调整理 那假定说 我们借来的款项5000万 而你实际收到了 4990万 那剩下那10万 就应该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第二资产负债表示 那我们要具体利息 利息的应付利息 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来进行计算 所以谈应激利息应该是面值 或者本金 然后要乘以票面利率吧 大致是这样的 票面利率 定好的 或者说 合同利率 那寄到 再建工程 制造费用 财务费用 研发支出的 往哪个里面寄 这是与借款费用准则相关 那这个数字在计算的时候 是期出贪余成本 期出贪余成本 我们要乘以实际利率 那这两个答案就不一样 不一样 差额是反映到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里 就是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贪销税 那等到归还长期借款时 我们再做借方 长期借款本金 那然后呢 代方代银行存款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那差额是再建工程 财务费用制造费用的 就你还涉及到最后一期啊 那涉及到利息的一些问题 来进行反应 当然 比如说你归还的时候 也可以说 先做一个借记 再建工程财务费用制造费用等 代方代机应付利息 比如说再有代方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这把利息调整都摊完了 最后呢 借记长期借款本金 应付利息 代方代银行存款也行 这里面 再建工程 那说我们 把这一笔借款 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一个工程项目建造 把它记录 再建工程了 如果说用于什么 产品的生产 也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利息资本化 记录到存活的成本 那可能反映到制造费用里面 那如果生产经营期间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把它反映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这都是与 借款费用的准则那部分内容相关 我想长期借款部分 一般来说并不太重要 那这节课呢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消费税的处理 特别是委托加工 那委托加工资 也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疑难问题 大家要进行关注 说到底这件事情是委托加工 还是要真正的卖掉 确认收入 要注意区分 我们看长期负债 里面的第二个问题 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有一般公司债券 还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这一张内容啊 可转换公司债券显得要重要一些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一般公司债券 发行公司债券的时候 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 借记银行封款 那贷方应付债券 明细科目一个是面值 另外一个是利息调整 能收到的款项跟债券的面值 那可能不一致 那从道理上来讲 如果说要是属于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要是等于市场利率的话 那这个时刻是按照面值发行 也就是说实际发行收款 应该等于面值 那如果说 要是这个时刻的票面利率 大于发行时刻的市场利率 以后我们负利息时 是按票面利率支付 那比市场利率多了 现在收款就要多收 所以这时刻 就要做溢价发行 溢价发行债券 那实际收款比债券面值就会多 那利息调整就会在贷方 那如果说 发行债券时的票面利率 小于市场利率 市场利率是6% 我们按照5%发 以后付一线5%付 你想要面值发行随满 那这时刻发行收款 要比公司债券面值数要少 这种情况 那就属于一个折价发行 是这样 折价发行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的发生额就会在贱方 下面一个问题要进行说明的 发行债券会有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不要寄到财务费用 那把它要寄入到发行债券的出使成本 那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也能够理解 比如说现在发行的债券是在20年的12月份发行的 筹集资金12月底才筹集到 下一年才用 二一年才用 你真的把这一部分费用寄到了20年 合适吗 当时领导正好赶到这一年要退休 本来呢 还都是认为有利润的 利润能达到预期 结果发行费用一下变成亏损了 他住院了 到医院抢救去了非常难够人 那也不合适啊 因为钱也不是他用吗 那我们现在当然 这一部分要寄入到发行债券的出使成本例 以后在用的时候 相应的再去往成本费用利息 那寄到什么地方 寄到利息调整这科目了 那第二个问题 期末寄提利息 每期要寄入到再建工程 制造费用 财务费用等科目的利息 跟前面谈到长期借款也是一样 要用的是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来计算的数字 是这个数 每期要确认的应付利息 那是面值成以票命令 对到期时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用的是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因为它是属于非流动负债了 也是债券的面值乘以票命利率计算 这就是说算应付利息的时候 面值乘以票命利率 但真正利息费用 往成本费用里寄的时候 是期出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而具体来讲 借在建工程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等科目 也说过要执行债券费用准则 还可能是研发支出呢 反正只要符合资本化 都可以资本化 代方代计应付利息 或者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最终差额就是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也就是说那开始的贪销数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如果再代方 那现在贪销数就会再借方 最终到期时正好应该是贪完的 第三到期归还本金和利息 那把它充掉 这应付债券面值 应付利息要有的话都充了 应付利息也充了 那利息调整到期了吗 已经都贪完了 没了那支付时代银行存款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霸 某一年12月31日 甲公司经批准发行五年期 一次贪本分期付息的公司债券 一千万元 债券利息在每年12月31日支付 票面利率为年利率6% 假定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5% 我们看这两个利率是不一样 由于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低 那现在发行收款当然比债券面值数要少 是吗 票面利率要比市场利率低的话当然少 但是现在这个题目票面利率6% 市场利率是5% 那现在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高 以后要负利息相对于市场利率 依然是多的 我们要多收款 那这个款项理论上 那是未来现金流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看发行价格理论上应该是多少 那就应该是 一个是到期时 那现在要负的一个本金 一千万 我们要去乘以 市场利率是5% 那期数是57 负利限制系数 所以一千万要乘以 0.7835 0.7835是利率5% 757的负利限制系数 那现在说 每年年末还要负利息 负利息 每期负的是一千万乘以6% 那负利息多少面值乘以票面利率来计算 每期期末都负这么多 然后我们要去乘以 这是利率5% 757的年金限制系数 它一直发生在期末 最后算出来的发行收款 一千零 四十三万两千七百 实际上是 未来要付的本金利息的限制 这是发行的价格 我们下面看一下 利息费用的一栏表 在某一年的12月31号 这一天批准发行的 那应付债券的贪余成本 是这么多 104-32-700 年底支付利息 支付利息是60万 利息费用 那应该是期术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也就是说 那你期出的第一期 104-32-700 实际利率是5% 每次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的 是这个数 那你看利息调整贪消额是多少 最早的利息调整 明星科目反映的是 432-700 那我们现在 60万根 521-635的差 贪消了这么多 那它就变减少了 所以这个数字 104-32-700 再减去它们 变成10354-335 或者说我们算期末数的时候 是期出 加增加减减少 也可以怎么算啊 要习惯这种做法 说104-32-700 加上具体利息 用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那是增加贪余成本的 所以加上一个是 521-635 我们要支付利息 那会减少它的贪余成本 那再减去一个60万 也行啊 期出加增加减减少 等于这个期末 是这个数 算期末的贪余成本 或者账面价值 这样算 那后面 10354-335乘以5% 算出20-3年的 利息费用 517-716.75 支付利息支付60万 那支付利息应付利息啊 而你利息费用之间的差 利息调整 贪销数 那以此类推呗 后面我就不一一的再进行说明了 好 具体来看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20-1年12月31日 发行债券的时候 实际收款104-32700 借银行存款 贷方应付债券面值1000万 利息调整是4-32700 这是发行收款比面值多 溢价发行 那20-2年12月31日 计算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是 期初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把它反映到财务费用等 如果说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那就要计财务费用 再有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8305 贷方贷应付利息 那应付利息呢60万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先算这个数字 就是财务费用 应付利息 那差额就是利息调整的 参销数位 后面的计算的方式都是一样 那大家对着那表格可以自己看 到了毛六年12月31日 归还本金和最后一期利息 那最后一期财务费用 应付债券 尚未贪销的利息调两都重掉 代方代一行存款 那如果说 你要先反映啊 就是借方借记财务费用 这个数字 然后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这个数 94937.06 代应付利息60万 没问题 之后你再反映借应付债券面值 1000万 应付利息60万 代应行存款1060万 也没 就都可以 所以他就最后没有通过应付利息 可以通过应付利息核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单选题 其实应付债券这一部分 我们应该要汇算期末的账面价值 或者有时候叫期末贪于成本 以及的每一期确认的利息费用 这两处就够了 我们看这个单选题 某股份有限公司 于19年1月1日发行三年起 每年1月1日复习 到期一次还本的公司债券 债券面值为200万元 票面年利率为5% 实际年利率为6% 发行价格是196.65 利用支付发行费用2万 按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费用 该债券20年度确认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算这个数字 我们在算利息费用时 都是用这一期期初的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实际上就要把19年底 或者20年初的贪于成本算出 那你再乘以实际利率就行了 我们看这个题目 那19年1月1号的贪于成本 是196.65吗 不是 因为这里还涉及到有发行费用 如果有发行费用的话 那是减少期初贪于成本的 它不是资产 资产要支付了一些相关费用 或增加资产的价值 这个是借记应付债券代银行存款 所以是减少负债金额的 因此也就是说 你要算期初的贪于成本 196.65 一定要减去这2万 是194.65 这才是期初贪于成本 不要出现问题 我们看 那债券在19年度确认的利息费用 19年的期初贪于成本 196.65假 那再乘以实际利率6% 11.68 我们再算19年底的账面价值 或者贪于成本 期初的数是194.65 加上具体利息 具体利息会增加它的贪于成本 加11.68 那我们再去掉支付利息 应付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减去200乘以5% 19年底的贪于成本 也就是20年初的 用它乘以实际利率6% 那等于11.78 那当然要是算19年底的贪于成本 就是括号里的数 我们算20年的利息费用 用它乘以6% 如果做快据翻论 19年1月1号 借银行松款194.65 带应付债券面值200 差额应付债券利息调整5.35 那19年底 那19年底我们算出的财务费用 这先算 是1.68 应付利息先算10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差额就是1.68 把5.35给摊销了1.68 20年 同样借方借记财务费用 那先算 应付利息先算 那这个是差额后算 知道这个过程 下面第二个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说 能够转换成发行债券 公司普通股的债券 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换权是在债券持有者的手中 债券持有者认为对他有利 他就转 认为对他不利 他就不转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 他的收款就要比 不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要多收 因为 客户手里面有这种转换权 比如说当公司股票的价格上涨 涨到一定程度时 他说对我有利 我就转了 对他不利 他就不转 那你发行债券的一方 叫多收钱 多收这一部分 还不用偿还 所以多收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反映到 其他权益工具 这叫权益成分供应价值 什么概念 如果说 现在发行的不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们收款收一个亿 那如果说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来假定说 付的利息也都是一样的 只是变成有一个有转换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我要多少钱 比如说一亿一千万 那一个亿 属于负债成分的供应 反映到应付债券里去 多收的一千万 不用偿还的 那这一部分 就属于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我们在后面会 金融工具里面谈到 权益工具金融负债区分 如果发行的金融工具 属于权益工具 它又不是普通股 普通股我们核算时把它反映到股本 资本公司 股本一价 又不是这个东西 又是属于权益工具 就放到其他权益工具里 大致先有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发行可转发公司债券时 发行收款是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一个是负债这一部分的供应 我们呢把它反映到应付债券可转 和公司债券面值 面值和供应价值不一致的 反映到应付债券可转和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 也就是说 这两个 那反映的是属于负债 成分的供应 负债成分供应价值 那对于发行收款 扣掉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那就是权益成分的供应 就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咱们看吧 说可转和公司债券 发行收款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个是负债成分供应 负债成分供应 显示算它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就是债券部分 未来要付利息付本金 按照实际利率折现 算出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这叫负债成分的供应 面值那一块 反映到应付债券可转和公司 债券面值可目 面值跟供应价值之间的差 那反映到应付债券可转和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 说的是这个问题 再有就是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那我们应该是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 把它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里面去 这是不需要进行偿还的 其他权益工具属于所有的权益 如果大家看报表 所有的权益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项叫其他权益工具 这是说 由可转和公司债券 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就在这里面来反映了 当然其他权益工具还合算别的 到金融工具里面 大家也会看到 说是如果金融工具 我们分类的时候 分类成权益成分了 也放到这个科目里面 那对于可转和公司债券 发行时涉及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 我们应该要在负债成分 权益成分之间来分 那当然是按照 供应价值比例去分了 分负债这一部分 那充减负债的价值 充减负债的贪用成分 实际上减少的是 应付债券可转和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科目的进入 权益成分 那充减的应该是 其他权益工具的进行 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的单选题 甲公司经批准 于20年1月1号 以5个亿的价格 不考虑相关税费 发行面值总额 为5个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是5年 每年1月1号复息 票面年利率为4% 实际年利率是6% 那以至利率6% 七处五七的年级限制系数 这个是4.2124% 利率6% 七处五七的负利限制系数 0.7473% 20年1月1号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应确认的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权益成分供应价值 我们应该是要用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所以主要就是要计算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的 那把负债部分未来的利息和本金要负的数 折现限制 就是负债成分的供应 再用发行收款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 它权益成分供应呗 具体来看 可转换公司债券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5个亿乘以0.7473 它是属于本金部分的限制 每年的利息5个亿乘以4% 那用它乘以年金限制系数4.2124 这是属于利息部分的限制 加在一块 等于45789.8 它就属于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了 我们看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是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 5个亿减去45789.8 是4210.2 选项B是正确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股份之前 它和一般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 没什么差别 比如说也是按期确认利息费用 算利息费用时 当然也是用期出负债的 探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来算 应付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息预算 差额是利息调整贪销数 这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差别 那你转换成股份时 我们要将转换部分债券的账面价值给冲掉 不见得全转 有时可能是转一半 这若干年前考试曾经出过 转一半 没全转 那不管怎么说 转换部分账面价值给冲了 所以借放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面值要尚未谈销利息调整 都冲掉 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权益成分的公民价值 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给冲了 当然也同样是转换部分 如果全转 当然全冲 股本贷放 按照转换的股数反映到股本 这说的是债券持有人 已经转换成发行债券公司股票了 所以我们贷股本 那差额是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这是到底的 当然 如果体理说 要是有应付利息没付 也转股 那你把应付利息也充了 就看情况呗 正常的可能没那个东西 因为他给一定期间 在这期间债券持有者有权利转股 你转了 我利息不付了 你要不然你利息在那挂着 你不转 我到期才付你 就看他怎么讲 我们下面看一下教材的例子 甲公司经批准于某一年1月1日 按面值发行五年期一次还本 按年复息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两个亿 款项以收存银行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6% 债券发行一年后可转换为普通股股票 出使转股价为每股10块钱 股票面值为每股1块钱 债券持有人若在当期复息前转换股票的 应按债券面值和应付利息之何 出于转股价 这就看他怎么讲 我们以前考试出过的题目 是按债券面值转股 利息不管了 但这个题目说 还有应付利息之何 出于转股价来算 算转换的股数 一般可转换公司这种转股数是 反正就是在规定的时间 你原来发行债券 比如说一张债券转多少股 给你定死了 不管利息 只是我们这题目说 把利息也算上 按照这个计算转股数 假定 毛二年1月1日 债券持有人 将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全部转换为普通股股票 假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的 没有附带转换权的 债券市场利率是9% 那看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第一个 某一年1月1号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这是先说发行 银行存款是实际收款两个亿 那我们算算债券的供允 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负债成分的供应 先说这个 面值两个亿 乘以0.6499 这是个什么书 市场利率9% 757的 负利限制系数 0.6499 我们再看利息部分的限制 你是算的未来吗 应付本年利息的限制 是它的供允 连续五年 每年年底负的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 两个亿乘以6% 这是这个 那接下来 利率9%市场利率 757的 年金限制系数 是3.8897 这样我们算出来的 负债成分供应价值 176656400 是这个数 那接下来 这个数面值呢 是反应 两个亿 代应付债券可转 和公司债券面值 利息调整 就是供应价值 和面值之间的差 所以你看 这是面值 是有这么多 减去供应价值 反应到应付债券可转 和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最终体验的是供应吗 可转化 公司债券 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这是它 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 因此 其他权益工具 这是属于收款 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 它和应付债券可转 和公司债券利息调整的 金额数一样 那是一种巧合 没有说这两个数字 必须一样 一个是面值和供应价值 之间的差 也就是说 要求这个应付债券 它实际上要体现 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的 而其他权益工具 是发行收款 要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不是按照 面值发行的话 要收款收的是 两亿一千万 那这个其他权益工具 就变成334万3600了 注意这个事情 第二 某一年12月31日 确认利息费用时 我们要确认利息 那财务费用 要用期出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这个数是发行收款吗 乘以实际利率吗 不是的 要用哪个呢 正式期出的贪于成本 负债成本 比如说应付债券 一级科目最开始的 176656400 这个数 176656400 乘以实际利率9% 那是他 等于15899076 带房带 应付利息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利息 这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当然面值乘以 票面利率 我们也知道 这个数字 那应该是两个亿 乘以6% 它是属于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差额是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 所以说过 那这个是两个先算的 前面的财务费用 应付利息先算 然后差额是利息调整 我们看第三 毛二年1月1号 债券持有人 行使转换权食 假定利息还没有支付 债券的面值是两个亿 利息部分两个亿 乘以6%是1200万 我每10块钱转移股 那我们除以10倍 看转换多少股 说面值和应付利息吗 除以转股价 计算转换的股数 那这样就是2120万 如果说只是按照面值来转的话 那我们转股数是多少 就2000万了 有这种题要看好了 到底按照什么来转 那这样 我们转换时 把应付债券转换的账面价值 给充了 那账面价值 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 债券面值 两个亿充掉 把利息调整 尚未摊销数给充了 那这数哪个用 你看最开始的 形成的利息调整 借方有23343600 是这个数 这个数吧 23343600 然后我们 冒一年底给摊销了 3899076 就这个数 3899076 减去他呗 这不是这个数吗 还剩的是 19444524 那把他给充了 那原来是 上面贪销借房 那我们贷房给他充掉 应付利息也给充了 1200万 其他权益工具 那开始发行时 23333600 把他充掉 最后差额 在这 那就是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 194699070 到几套 这是他的一个处理过程 说企业发行 付有赎回选择权的 可转发公司债券 其在赎回日 可能支付的利息补偿金 那你要赎回 要支付补偿金 大致知道这概念 也就是债券 约定赎回期 借满日 应当支付利息 减去应付 债券票面利息的差 应当在债券发行日 至约定赎回 借满日期间 计算应付利息 那你既提的应付利息 分别记录相关成本 和财务费用 你要想赎回 要有补偿吗 补偿也往各期 成本费用里寄 有这么个了解就行 第三个大的问题 是长期应付款 是指 企业除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以外的 其他各种 长期应付的款项 包括以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固定资产 发生的应付款项等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部分 曾经谈到过 长期应付款 是分期付款方式购入的 长期应付款要反映 未来要付的本金和利息 而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购买价款的 限制入账的 差额是 未确认融资费用吗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 以后要进行贪销的 贪销数字的计算应该要清楚 那这个呢 其实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部分都已经说过 这属于一种重复性的内容 那我想我们这一章 要知道应交税费的会计处理 主要关注的是增值税 消费税 消费税委托加工 这一部分相对来说重要一些 那对于应付债券这一块 其实我们主要是关注 一般公司债券期末贪于成本的计算 还有每一期利息费用的计算 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是要掌握的 也谈到过在20年大题其中有一块 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 当然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客观题 也可能会涉及 而另外在这一章还要关注 那个鼓励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董事会宣告翻牌的鼓励 没有法律效应 要以股东大规的威准 我们以前插作更正的题目 在这也曾经出现 好 这一章的内容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